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说一个女孩 就是一个学生 我们也有学生运动 所以我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太多用什么特别的技巧 什么假嗓啊 没有这些的很扑实的简简单的旋律 也不是太多的转业转去 就是很踏实的这样唱出去 然后就配合这个女主角 其实人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她的可爱的地方 她的能力所能做的工作 你不需要去重复你之前 不是说人一生出来就是做一件事 有些人做不了她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这是不需要的 但我也不同意一直在守 就是一直等那个机会 你要必须另外找一些机会去装备自己 守猪带兔是不行的 走出另一条路 我觉得这是要主动的 而她又是如何开创香港电视剧 女强人形象先后的呢 在嘉宾之前我一直都是饰演这些弱质女子 哦 弱质女子 就是被人欺负啊 杨杀了这样 但是嘉宾里面我就突破了 演了一个女强人 以后从此女强人这三个队转 香港的时候会出现了 随后阿姐汪云泉还演绎了另一首经典金曲 芒果老新闻为传达这么样的歌者吃惊吧 报答